交通安全是民眾生活的大事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表揚大會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 謝謝辛苦的交通警察同仁 還有無私奉獻的異交朋友 不論是晴天或是雨天 清晨或是深夜 在每一個城市都能看到大家堅守崗位 守護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 今天現場的得獎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守護者 各位以傑出的表現 優異的事蹟獲得表揚 我要恭喜大家 給予大家最大的肯定 我也要謝謝各位家人 因為你們的體恤與支持 讓同仁們能夠全力以赴 打造優質的交通環境 今天這場表揚大會 歷年都是由警政署長主持跟頒獎 這是第一次總統出席 也代表了政府對我們的警察 對我們的異交同仁的重視 這幾年來我們也用行動 帶給警察同仁更多的支持 例如在健康照顧上 在職及退休警察就醫福利 從今年起已經比照國軍 到國防部或退委會所屬的醫院 看病免收掛號費 和部分負擔 在待遇福利上 除了在去年對警政三階同仁 還有警政四階以下的基層員警 我們調高了最高年功縫 今年初也提高了國道警察的危險加急 另外在社會住宅上 我們也推動了警銷專案 我們也持續更新了警察同仁的裝備 並且進行了新式警便服的換裝 未來 我們會不斷推動革新 讓同仁在執行上更安全 也更有助力 各位都是團隊中的佼佼者 我也期待大家在團隊中 能夠多分享經驗 以及提供寶貴的建言 讓政府和整個交通工作團隊 發揮最大的效能 為民眾提供最好的服務 我要再次恭喜各位的得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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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